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田 繼上部影片有提到就是關於白名單的公平性與不公平性的話題 那陳寧久其實有做出解釋 那在今天早上10點27分的時候也有發佈一些話想要對大家說 那我就帶大家來朗讀一下 那他說本社群是為了YOLO GAME而開啟的 最開始是想要跟大家做一些解謎的互動 它是一個免費的活動 那如果選擇以太幣贈送以太幣的話 這就是純免費的活動 就如果買白名單那時候花費 那原先他們打算在遊戲結束後就刪除YOLO GAME的那個頻道 但是對這種公開群其實管理內部的人也有人叫他是不要去開的 但是陳寧久一直堅信著有理性的人存在 他只希望能從群組裡面找出一些夥伴 也就足夠了 就是百里挑一 那昨天的抽獎事件之後 他在公告區也有說明他這次的疏失 但是大家可能當時的活氣是上來的 所以看的人可能並不多 那他就是下方有一個影片叫做Ren 他的影片也有講得很清楚 他只是因為賣完 如果只是因為要賣完這個九個白名單的話 他沒必要公佈他的直播時間抽獎時間 也不需要為大家這麼用心 所以大家真的沒必要再為這件事情去吵下去了 因為從很多的謠言止於智者 從很多的跡象來看 就是黑箱作業並不可能 因為如果要黑箱作業的話 並不需要去公佈太多資訊給大家 直接內部抽一抽就好了 第二個就是也不需要再去為這件事情道歉 純粹就是因為沒有double check 還有第一次水有些蔬食的部分而已 大家不用再把它放大了 那陳寧九對於做完的蔬食 還有他們項目房要再次道歉 那對於過度的激動的言論 他也只能小小的跟你們說你們贏了 不過這個討論區就暫時關閉 不要再欺負陳寧九了 然後也不要去被其他的網站給騙了 這是陳寧九最不想看到的 然後希望大家去提高警覺性 不要亂點連結 也不要聽陌生人教你怎麼操作 一切都是以YoloCAD的IG為主 所以所有的論壇 零九都暫時關閉 一切都以IG為主 然後等到下一個YoloGame開啟之後 會恢復正常 謝謝各位 那這下方有影片 那影片的連結我也會放在下方 我希望大家去聽聽看 然後去靠自己的理性去了解其中的內容 那如果有任何的問題就在稍微思考 這是誰會獲利 那如果今天做這些事情一定是得利者會出來講話 那這些風向 那大家可以自己用思考的方式去思考這個風向是誰帶的 然後過於的結論是不是理不理性 這也可以由大家去評斷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要公布的訊息是這個 白名單的公售規則 那白名單發作時間在1月9號 1點15分的時候IG會進行直播 1點21分的時候會公布網址 那零九的直播中的頁面 那這時白名單也可以開始準備去搶購了 但有9分鐘的時間可以登錄準備去搶購 那本次的白名單包含了台灣的NFT相簿 還有零九的事業夥伴 就是酒茶還有慧安 那還有影片抽獎總共125位 那白名單的持有者 如果沒有在1點21分到1點3分的期間 醜照的駐照的話 那名單就會轉入公售 就會把這名額讓給大家 所以如果持有白名單的人 記得要早點去 記得去購買這樣子 那1點30分的時候 統一網址開始公售 那僅有4modog 還有酒茶狗 29位白名單的駐照價格為0.8 其他沒有搶到的優惠條件的人 全部一樣都是0.9 以太幣 那今天影片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或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 然後所有的連結和資訊都放在下方 那我想得到第一手的所有的區塊鏈的消息 我都會在我的頻道上傳 那謝謝大家